大家好,我是Steven 那么我们在上期课中学习了我们的CNECT IO复用 那么我们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我的一个TCP客户端 它有一个FGas 还有Receive同时来的时候 那我又不能阻塞为其中的任何一个 只要我阻塞为其中任何一个 那么其他的就另外一个就不能够去接收数据 对不对 那么这是一个本地的Io复用 然后还有一个远程的Io复用 就是我一个TCP客户端 一个TCP服务器对多个TCP客户端来访问的时候 它需要用到CNECT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CNECT 就发挥了我们巨大的作用 它可以解决我们进程切换的开销 多个进程切换的开销 那么它只用了一个函数阻塞 它就可以去处理多个客户端的问题 那么大家只要跟着我的思路来学 就一定可以掌握这一个CNECT的使用 如果听了上节课之后 听了一遍你不明白 那就听第二遍 这个我已经说过多次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你必须按照这样一个思路 去自己写大量的代码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有了这个思路 那你就多写几遍 一遍觉得有不理解的地方 那就多写几遍 按照这样一个思维框架 通过CNECT 然后再去处理每一个套节字 那么在上节课中 可能最难理解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FDSet 那么我们来看代码 在我们的FDSet中 它究竟怎么去设置的 内核到底是怎么处理的 然后其他的难点可能就没有了 如果那么如果还有难点呢 我相信你只要多念几遍代码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是我们基础技术的部分 基础技术的部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这个代码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就说了 你又让我们练习这个框架 又来问我们这个代码 又有什么问题 你这不是瞎搞吗 其实不是啊 通常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它会有不断的优化的一个过程 那么通常我们写代码呢 都是一个迭代的过程 刚开始我写出一个框架来 然后再对它进行做不断的优化 不断的优化 然后来让我们的这个平台 它跑到极限 跑到效率最高 好 那么我们回到 那么回回来啊 那我们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前面我说了 我们是对代码做优化 所以这个框架本身它是不存在问题的 做优化是干什么呢 就是提高我代码的效率 提高我程序执行的效率 那么在上一节课中呢 我提到了我们的这个accept 可以放到前面来 也就是说如果我是来了一个新的客户 将我的这个accept 接收函数 我在前面就对它进行检测 我是不是已经有客户端来了 那么这里怎么检测 fd is set 那么这里就是nissen fd对吧 检查哪一个 检查哪个fd set current对吧 好那我们检测这里 如果是这里有新的客户端请求呢 那我们就执行这个代码 没问题对吧 同样的还是执行这些 然后执行完毕之后 我们干什么呢 continue回去 那我们就不必要去检测 那么有可能我在有新的客户端 请求来的时候 同时它又检测到了有另外一个客户端 已经保持连接的客户端 它有数据发过来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下面 对我们以连接的套节字进行检测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里的一个判断 就不用做了 对不对 那么是不是这样就行了呢 好的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框架 分析一下框架 在我们的Fdset中 我们有一个新的客户端来 我们就会把这个位置把它置为一 对不对 其实这个Fdset怎么理解呢 就是比如说Fd4 那么它就是在第四个位置 我给它置为 表示我关心的这个套节字 它有数据请求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那么它就会 它就会变成下面这这幅图的这样一个状态 也就是把它置为一 好的 那么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代码是从0 一直辨立到我们的最大的套节字 那么首先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0123是标准输入 标准输出 标准错误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忽虐掉 如果我们不对标准输入进行检测的话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 终端 启动这个软件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对它进行输入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用检测你对吧 那么同时一输出肯定是不用检测 标准输出标准错误 两个都不用检测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忽虐掉前面三个 我们从D FG3 开始检测是吧 那有同学问为什么是FG3 为什么是FG4呢 在我们的套节字的分配的过程中 在第一节课的时候我就讲了 我们的套节字分配就是从 最小的可用的套节字开始分配 也就是说当我建议Nissan FD的时候 也就是建议监听套节字的时候 那么第一个分配的套节字就是3 在我当前的进程中 那么当我有第一个客户端来连接的时候 我就会给他分配一个通信套节字为FG4 对不对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怎么提高效率 我们可以把它忽虐掉 那么我们怎么检测 我们用一个数组来记录我们分配的通信套节字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去监听 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的监听套节字 也放进来呢 因为我们在代码中 第一开始就会把这个监听套节字检测 如果有新的客户端加入我们就加入 对吧 好的 那我们当有第一个客户端来的时候 他会变成FG4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就把Client的第一个位置 也就是第0个位置 那我们就把Client的第0个位置 把它存为我的套节字4 那么这就是一个客户端对吧 当这个客户端断开之后 我们就继续把它置为-1 也就是我们的初始值 那么如果我们按照之前的做法 当有客户端断开了 我们还是会检测 从0到最大的套节字对吧 那么这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某些已经断开的客户端 那我们就不用检查了对不对 这是不是提高了一部分效率 然后去除了012 标准输入标准输出标准错误 又提高了一部分效率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来实现我们的这样一个功能 首先我们用Client 首先我们来记录我们的套节字 这里我们应该用clientfd来记录一下 那我们这里的最大的套节字是什么呢 在我们的一个进程中 用cnect的时候 它最大监听的套节字是一个红 fd set size 那么这个套节字的最大值它究竟有多大呢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用一个打印 将它打印出来 它有这样一个限制 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它是10024 有时候呢不同的系统它可能会有更大 为什么它会设这样一个限制呢 就是因为在我们结束之后 我们的就是因为我们的cnect 它关注的套节字如果太多 那么就很容易给我们的客户端造成一种超时的假象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去轮寻每一个套节字 这会花大量的时间 对吧 好的 我们继续 用cloud的时候 首先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clant 之为初始值 clant fd i 等于 i 是吧 编程风格需要注意啊 其实每一个符号前后呢都需要有一个空格 这样代码可读 我们写代码呢 其实 一部分是给自己看 一部分是给别人看 因为在我们的一个项目中呢 通常是有很多个人一起来开发的啊 那当我们有新的客户端来呢 我们是不是要将我们新的客户端的套节字存入 这里是几 首先我给他复制啊 先给他复制 那么我们就找到第一个是我们初始值的 这样一个套节字是多少 那么这里是i加这里是maxfd吗 因为我们最大值是maxfd 我现在说了我们分配套节字是怎么分配的 我们会给最大的套节字去复制 也就是说我们只检测几个套节字 我们就可以只轮循这么多次对吧 当我们找到 当我们找到什么 当我们找到fd i 那么如果是常数呢 我们-1要写的前面啊 等于这个的时候 等于-1 第一个为初始值的时候 那我们就将我们的socket的存入 好的 存入之后干嘛 存入之后break 好那我们继续 那么大家注意啊 现在我们这里的i 我们应该怎么检测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如果 我们的 clent fd 等于-1 那说明我们不用检测这样一个套节字 对不对 干什么 continue 什么意思 因为如果我们的clentfd等于-1的话 那表示我们这个套节字并不 存在了对不对 也有可能我的客户端已经离开了 因为在我离开之后 我需要 将这个clentfd原来的套节字给它去拧 那么在离开的时候有几种情况啊 一种是close掉了 那么我们要把我们的clentfd 给它清掉 清掉是多少-1 好的那我们现在这里fdset检测的是多少 检测的是 这个套节字对不对 那么现在可以把这个套节字打印出来 通过这个套节字去读 好的 close这个套节字 然后将我们存的这个套节字的位置啊 给它置为初始值 那么发送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套节字 所以这里处理的是什么呢 处理的就是当我们的客户端离开之后 我们可以不对的进行处理 而且我们也免去了你一二 标准输入标准输入标准错误的处理 对吧 好的那我们编译一下 那我们打印了我们的fdsize 是1024 也就是说在我当前的系统中 我最大的套节字支持量 在当前的这个系统中 在当前的这个进程中 它支持的最大套节字是 1024 好的我们来连接我们的客户端 我们来连接我们的服务器 socus 当我们发送一个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这个效率呢 我们一个两个客户端是检测不出来的 只有当我们的客户端的数量大了之后 当我们发送的数据包很大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某一次receive读不完 比如说在我的代码中 receive的时候 receive的缓冲区 我这里只读一个一个字节的数据 那么下次 当我receive读完了之后 我会发送出去 然后再回来 但是此时的状态 它并没有改变 有没有发现 当它去检测这个状态的时候 c- 它还会检测到有数据 也就是说我们在缓冲区中存的数据没有读完 它还会给我们一个信号 给我们通知我们 也就是c-lag会返回 告诉我们 你这里还有数据没读完 那么我又会回来再去读这个数据 那么又会轮询 又会去检测 又会有这么多的测试 对吧 那么这时候效率就非常激了 是不是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怎么解决呢 一个是把我们的这个缓冲区的数量变大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我们下节课中要讲的 Eppo 它的解决办法 那么这里又遇到一个问题啊 刚刚我们说了我们的这样一个 Synact 在这个进程中 它处理的最大的套价字是1024个 因为再大的话 它就会轮循的开销就比较大 对不对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因为在我们的编程中 都会有一个极限测试 在我们的网络程序中呢 通常也不只是几个用户 几个用户的去访问 对吧 像我们的coco服务器 那么多的几一个用户 那它并发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假如我有一百万个并发 一百万个客户端来联接你的时候 你怎么办 那么我们一个进程只能处理1024个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1k的进程来处理 一百万个套价字 而通常呢 在我们的客户端中 它能够保持连接的有一百万个 但是通常活跃的呢 活跃的套价字 也就是经常会给你发消息 你需要去处理的 实际上是不多的啊 可能只有几千个用户处于活跃的状态 那么这样一旦数据量大了之后呢 我们的内核和用户之间的内存拷贝 这个开销就变得很大了 对不对 然后CNECT它又要不断的去便利数组 不断的去便利我们的这个套价字的一个数组 这个开销也非常大 对不对 总的来说它涉及到上下文的切换 多个进程 比如说我一百万个并发的时候 1k个进程 它的上下文切换 是不是会给我们的计算机造成非常大的负载 内存拷贝 数据轮巡 都有可能造成我们的系统无法承受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更高并发的解决方案 对不对 通常呢我们CNECT它只会用在 有几千个用户 或者是一千多个用户 或者是更少的用户的情况下 来进行它的这样一个并发处理 当用户多了之后呢 我们通常会有一些酷 通常用的就是我们的EPO 那么这就是我们下期课讲的主要内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它解决了我们CNECT的诸多问题 好的这节课就到这里